阿 再來就是開始精神手銀 你知道齁 對齁 我們在台上起手 阿 大陸不見齁 只要把台北市齁 零下路 西藏路 都叫大陸的地名 全部包到台灣齁 都在那裡送 你知道齁 所以我就算手銀 精神手銀 阿 再來就是馬屁文化啦齁 那台灣每個城市都有 中山路跟 中正路 後來有更無時 叫金國路 金國路齁 桃園油 新竹油 還有哪裡 台東 台東 對啦 還是馬屁文化啊 有人對柯文哲在臉書PO文 肯定兩蔣對官員操守 及政商關係的嚴格規範 是台灣典範這一段話 頗有微信 歷史人物他的功過自然會有一個定案 至少在蔣經國的晚年 他對台灣的貢獻 目前看起來應該還是功大於過的 也不需要對於蔣經國的事情 做一個歌功頌德 關節解讀柯文哲這番話 是為了搶攻籃銀選票 但綠銀擔心可能失了幾本牌 立委段一康也在臉書痛批 認為柯文哲的評論可笑極了 還算溜溜的說 以聰明自詩的人 再炫耀愚昧 這時候I follow my mind 就順從自己的心意去講 我覺得是這樣 很多東西就是你有你的想法 那就很誠實的去講 我想這一切都是為了選舉 不是說他真的心裡面有什麼理念 那台灣每個城市都有中山路跟中正路 後來更無事更精光力 用一些可知紀念的人物去做路名 我覺得在任何國家來講 大概都還是可以接受的方式 美國甘賴迪紀念 是 飛機場都是啊 是 就是用建築物啦 或者是機場啦 甚至於港口啦 船隻啦 航空母艦啦等等 其實這證明是什麼 反而是說你為什麼對這種事情 這麼的敏感 中山路跟中正路或許很多 全台灣如果如果全世界最長的馬路 大概都是中山路 像是中國大陸 各個城市都有中山路 中正路在1949年之後都被拉掉了 那台灣的經國路有這麼的普遍嗎 其實沒有啊 除了幾個指標性的城市 像是桃園 新竹 兩個地方 這兩個經國路是大陸 台北市的經國路在哪裡 台北市的經國路在哪裡 台北市經國路在哪裡 沒有啊 就是不是像你柯文哲講的說 到處都有經國路 沒有啦 所以我覺得是那種的政治的敏感 所投射出來的 所以我說柯文哲其實 他有他非常非常清楚 而僵固的那種屬於深綠的思維 跟他的歷史的詮釋法方式 柯文哲說 說他相信 蔣經國如果在世 一定不要別人用他的名字 取道入名 因為這是馬屁文化 柯文哲痛斥 這種選戰抹黑 是典型的三分 是典型的三分針七分甲 中間十幾秒 沒有前後文 這種選舉文化他非常不屑 如果未來當市長 新的機關建立後 不會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 郝龍斌有刻他自己的名字嗎 沒有啊 有嗎 已經不留小 已經不留小 我就沒有把自己的名字刻 不是要等到柯文哲來建立 現在的橋等等都沒有 包括他現在講說 我今天聽到藍圈文化 我要建立新的選舉文化 將來不插旗 不是 我選舉的時候就沒有插旗 就已經沒有宣傳之後 就沒有什麼 他現在二十年前就沒有 不是他創立的 我想說怎麼變成你創立的 老師 不要馬屁文化 不可以有衛水路 不是 他說 他假定金國先生今天在的話 也不喜歡這個 死無對證 我認為蔣金國會介紹 他可以直接先問李登輝 有登輝大盜嗎 對 但是問題是他指責是指向中正中山 但是他沒有說登輝大盜 沒有說衛水路 那其實衛水 現在台灣本地人是把衛水 推崇得很 但是其實蔣衛水 奉獻他的生命時間 給台灣的這個未來 其實時間是很短的 他很快就死了 你知道嗎 那所以他其實要公平的話 就要說這些名字都不應該 好 我問你嘛 林卓水批評他 段一康批評他 他們還是同學 市長他們跳逃誰 我覺得 那就好了 反正你們不要投我 我看能不能從其他挖一點 而且證明是成功的 你提到林卓水 林卓水常常以台獨大師 就是說台獨長江 是本人親筆寫的 柯文哲怎麼講台獨大江 我不曉得台獨大江 我不曉得台獨大江 是什麼 我從來沒有看過 林卓水應該是很器材 但是林卓水說 柯文哲的現象 是台灣造神運動的第三波 第一波是陳水面 第二波是馬英九 第三波是柯文哲 所以他很早就背離 新茶流的魷魚 很早就投向柯營了 林卓水 對 他說他看到一個光 他看到隧道頂 終點的一個亮 他說這一次 把國民黨拉下來 為第三波的造神運動 不圍攻 你看 他就不是分隊造神運動 但只要達到目的就好 就是我講的 民進黨的道就是 能當選就是最高的道德 其他都不重要 不是這樣子嗎 當年的陳水扁 陳水扁選舉的時候 偽裝得好不好 好極了 非常會 他選舉的時候 偽裝得太好了 事不宜沒有 心中間路線 老實說 不管選總統 或者選市長的時候 跟您在選市長 偽裝得好不好 非常好 你認為柯文哲 會不會不一樣說 他跟陳水扁不一樣 在我的認知上 我不敢說我保證了 我的認知上面 一模一樣 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跟陳水扁變的時候 因為陳水扁是台獨的 主張者 沒有人會否定 我就問他 我說你到底是不是 支持台獨 他不回答 一一一就笑 你不要笑啊 一一一笑 就是不告訴你 然後狐狸尾巴 等他當選以後再說 而且我記得陳水扁 在選舉的時候還講 他說沒有人比我 更適合跟大陸談判 他說因為呢 人家不會懷疑我賣台 所以我如果當選 一定這樣這樣這樣 結果他當選又又怎樣呢 這就是我們講的 他有一套標準的 深綠的應對邏輯 說你深綠的 你怎麼可能 跟大陸打交道呢 你蔡英文是深綠的 你上來之後 兩岸關係怎麼穩定呢 他說就因為我是深綠的 所以大家不會懷疑我賣台 我更能夠跟他打交道 這種論述我們第一次聽嗎 意思都是這個樣子 可是在實際應用的時候 是這個樣子嗎 完全不是 綠營的人我就講 綠營的道德很簡單 就是要執政 拿到政權是最高的道德標準 所以中間怎麼騙 怎麼扯都可以 而且呢 不管他這個候選人怎麼講 綠營的人那個票 一票也跑不掉 都會支持他 然後呢 來迷惑中間選民 甚至迷惑淺然的 覺得真的不錯啊 好感動啊 哇 然後這票就過去 其實整個策略是這樣 好 這我補充一件事就是說 現在在台北的這個 所謂綠的選民裡面 他們有傳一個看法 老大可以幫我證實 他們覺得說 這是歷史上第一次 有機會在台北市 能夠綠大於藍的一次的機會 好 徹底改變了藍綠的版圖的一次機會 而且他也同時的 扮向了台獨 跟台灣獨立建國的 最相關的這些思想 在首都可以真正生根發芽 落實的一次 這不一定 我是說有人這樣 要說這個事情 他這樣鼓動綠營的人 對 大家所以要團結在一起 這是千載難逢好機會 如果柯P沒有上的話 以後再也沒有第二個人 可以做這件事情了 他是這樣 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那老大可以證實一下 綠營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好不好 所以郝博森准你講話了 首都選戰 中華民國對決台獨 民進黨就講說 有那麼嚴重嗎 是不是要再回來